端午连续假期快到了各个风景区都摩拳插掌要迎接出有人潮 不过封冰箱知名的月洞园区 除了因为防疫需求加上部分员工染疫的情形之下 乡公所忍痛宣布封冰月洞直至起到6月20号暂时休援不对外开放 封冰箱知名的景点月洞油漆区 特殊的天然中乳石洞 搭乘小舟滑进洞内观赏蝙蝠生态 忠实吸引大批的游客民众前来一探月洞奇观 然而现在的大门却拉起了封锁线禁止进入 基于员工的健康以及游客的健康 还有我们刚好也有两个工程必须要施工 所以刚好趁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修远的状况 原则上就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20号 那也希望除了这个之外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 还是要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那也希望能够一定要打满我们的疫苗 就是要打满三剂 除了因为部分员工染疫隔离 人力无法调度 再者国内本土疫情仍未有消退的迹象 因此经过相公所神圣评估讨论后 决定从即日起到6月20号为止 跃动游骑区全面修远 因为我们都是用渐进式的来能够修远 能够让我们的一个游戏区品质更好 所以我们希望危机就是转积 趁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跃动 不管在跃动和海上古道 我们很期待 希望能够转型 让大家在重新来的时候又会看到不一样的风冰箱 随着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风冰箱除了跃动游骑区暂时风源之外 其他包括天空步道 石门班哨角 石梯平 长虹桥 北回归线等地标景点 由于都属于户外开放式的环境空间 因此乡长江丽亭还是相当欢迎 也推荐大众来风冰意游 看着辽阔的太平洋 疏解疫情压力与苦闷 好好放松心灵充电 记者是玉兰风冰采访报道 接下来 好